路德記 第四章 波瓦斯上到城門 坐在哪裏 看呀 波瓦斯所說 哪個可以熟產業的至親經過 波瓦斯說 某某先生 請你轉回來 坐在這裏 他就轉回來坐下 波瓦斯又請了本城的十個長老來 對他們說 請你們坐在這裏 他們就都坐下 波瓦斯對那至親說 從摩鴨地回來的那鵝米 現在要賣我們弟兄以利米勒的那塊地 我想我應該向你說清楚 你可以買那塊地 當著在座的眾人和我百姓的長老面前 你若要熟就熟吧 倘若你不熟就告訴我 讓我知道 因為除了你以外 沒有人可以先熟 在你之後才輪到我 那人說 我要熟 波瓦斯說 你從那鵝米和摩鴨女子 露得手中買這地的時候 也當買死人的妻子 使死人在產業上流明 那至親說 這樣我就不能熟了 免得對我的產業有損 你儘管去熟我所當熟的吧 我不能熟了 從前 在以色列中要確認任何交易 無論是熟業或買賣 一方必須脫鞋給另一方 以色列中都以此為證 那至親對波瓦斯說 你自己買吧 於是把鞋脫了下來 波瓦斯對長老和所有在場的百姓說 你們今天都是證人 凡屬以利米勒 以及基蓮和馬倫的 我都從那鵝米手中買下來了 我也娶馬倫的妻子 魔鴨女子 露得 好讓死人可以在產業上流明 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鄉的城門中消失了 你們今天都是證人 在城門座著的所有百姓和掌路說 我們都是證人 願耶和華使盡你家的這女子 將建立以色列家的拉傑和利亞二人一樣 又願你再以法他得亨通 再百利行有名聲 願耶和華從這年輕女子賜你後裔 使你的家將他馬從猶大所生 發勒斯的家一樣 於是波亞斯取了路德為妻 與他同房 耶和華使他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婦女們對那鵝米說 耶和華是應當清重的 因為他今天沒有使你斷絕可以熟產業的自親 願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聲 他必振奮你的精神 奉養你的晚年 因為他是愛慕你的媳婦所生的 有這樣的媳婦比有七個兒子更好 那鵝米接過孩子來 抱在懷中撫養他 鄰居的婦人給孩子起名 說那鵝米得了一個孩子了 他們就給他起名叫鵝備德 鵝備德是耶犀的父親 是大衛的祖父 這是法勒斯的後代 法勒斯生希斯倫 希斯倫生蘭 蘭生阿米拿達 阿米拿達生拿信 拿信生薩門 薩門生波亞斯 波亞斯生俄備德 俄備德生耶犀 耶犀生大衛